静静的顿和 俄国 小洛霍夫 1928年出版 说起来呢 这套书我都不记得 我又没有从头到尾的读完过 印象中这套书真的是 很长很长很长的长篇 有四大本 每一本都像词典那么厚 还特别沉 我记得那时候图书馆 还是在柜台上寄书 就是说你不可以自己去 到图书馆里面去拿书的吗 你先从那个读书卡片上 找好你要要借的书 然后填了单子 然后给图书馆理员 他进去帮你拿书 我就记得那时候 每次把书从图书馆借出来 我们那个图书馆从楼上下来 拿到宿舍去 还有一节子路的 那么一路抱回去 觉得特别沉 这就是这本书 现在给我留下的 最深的印象之一 还有一个印象就是 哦 俄国人的名字 太长了 而且还特别像 读完之后 你根本不记得谁是谁 那个名字长的真的是 完全分不清楚谁是谁 而且他们还有 还有昵称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 很长的名字 但是在说话的时候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嘛 所以一会儿用全程 一会儿用逆程 就特别混乱那种感觉 这是第二个印象 第三个印象就是 这本书啊 写的那种 没完没了的战争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所以就觉得 特别不耐烦 唯一印象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马 哥萨克的骑兵 每一个都骑着那种高头大马 举着大刀 背着枪 从草原上呼啸而过 其中具体的内容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我刚查了一下 才发现 这本书获得过 1965年的 诺贝尔文学奖 在获奖词里面说 由于他在描绘顿河的 史诗式的作品中 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 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这倒是真的 因为这本书呢 它主要是写 俄国在一战期间 也不光是一战 就是说 从一战开始 然后俄国内战 再加上 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就特别混乱的 一个历史阶段 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 去专门研究 俄国历史和 哥萨克人生活的 这些人 就从小说的角度而言 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 历史小说 我是觉得 真还挺难读下去的 这个小说呢 作者写的时候 很年轻 大概只有 二十二三岁 而且呢 它真的是很长很长的唱片 有三卷吧 历史十二年才写完 当时就是因为 它太年轻了 以至于引起了很多的 反对的声音 就是质疑的声音 就觉得 它的这个书是 抄袭的 后来差一点都没有 没有被发表 还是最后 斯大林发话 才出了第三卷的 它最初呢 是在一个叫 十月的杂志上 刊发的 后来才集结成小说 说到这个杂志呢 我再说一句题外话 中国现代革命的这种 无产阶级思想 是跟着俄国走的吗 所以我记得 在中国也有一个 叫十月的杂志 也是发表这个 中长篇小说的 那时候比如说 沉重的翅膀 绿化树 高山下的花环 花园街五号什么的 好像都是从哪里看的 不知道这两个国家 同时叫做十月的杂志 是不是和俄国的 这个十月革命有关系 不过小说的最后呢 是写 这个主人公 格里高丽 经历了各种战争 最后抛下一切 回到了家乡 所以啊 就是不管是中外 哪个国家 家都是一个人 最后的归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天早上 他来到达达村 对面的洞壳岸边 久久地 看着自己的家园 激动地 脸色变得煞白 然后 从肩上摘下步枪 和军用背包 从背包里 掏出针线包 一团乱麻 一个装枪油的小瓶 不知道为什么 还数了数子的 一共是十二梭子 还有二十六颗伞的 在一处斗崖边 岸边的冰已经融化 碧绿透明的河水 激荡着 冲刷着岸边的薄冰茬 格里高丽 把手枪和步枪 都扔到水里 然后把子弹 撒了进去 仔细地 在军大衣巾上 擦了擦手 在村子下游一点的地方 他踏着润雪天气 注视过的三月的蓝色河滨 穿过洞河 大步向自己的家园走去 老远 他就看见 米莎特卡 正在下达码头去的坡道上 他极力压制着自己 不急忙 奔向米莎特卡 米莎特卡 正在把挂在石头上的 冰流里打下来 往坡下扔 注意地 看着浅蓝色的冰串 滚下斜坡 格里高丽爬上斜坡 他气喘吁吁 沙哑地换了一声儿子 米莎特卡 好儿子 米莎特卡 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 垂下了眼睛 他认出 这个大脸柄胡子 看来可怕的人 是他的父亲 格里高丽 在密林中 夜里想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嘟弄着的那些 亲热的 温柔的话语 现在 全都从他的脑子里 飞光了 他跪下去 亲着儿子 冰凉的 粉红色的小水 用压低的声音 只说出一句话 好儿子 好儿子 然后 德白猴死的 米卡伊尔叔叔当兵去了 好了 格里高丽在多少不眠之夜 幻想的那点心愿 终于实现了 他站在自家的大门口 手里抱着儿子 这就是他生活中 剩下的一切 这就是 暂时 还是他 和大地 和整个 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 光辉灿烂的 大千世界 相联系的 一切